好 歡迎您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我是錢子 先介紹這一個小時的來賓 首先是評論員夏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錢子好 大家午安 以及余北辰將軍 錢子好 大家好 歡迎三位 我們今天要談的 首先聚焦在同樣的五倍券 觀眾朋友 因為現在已經行政院宣布了 你不用套出一千塊來買這個券 可是券還是券 不是現金 觀眾朋友滿不滿意 我們地方基層的民意代表 或者是底層的民眾滿不滿意 至少我現在聽到 還是很多人需要現金 來看看最近民眾關心什麼 從網路的聲量可以略虧一二 包括現金 現金這麼大你就知道了 很多人都在想著說 是不是可以發紓困現金 以及疫苗 這都是大家關心的事情 這是最近一年 我們網路的熱門關鍵字 來看看KIPPO大數據 他用這個關鍵引擎 來看看現在大家心裡在想什麼 這個是有根據的 年輕人的剝奪感 還有積怨越來越深 因為什麼高房價 沒辦法結婚 低薪養不起小孩 疫苗不公平 因為大概是30多歲 20多歲的年輕人 現在看起來 國際認證的疫苗 他們打不到 所以這個不公平的事情 越來越多 來看看我們的蘇院長 他的施政民意趨勢 從5月份民意的死亡交叉 蘇院長的滿意度 已經遠遠的往下掉 那不滿意度 遠遠的超過滿意度之後 你可以看到大家對他 是不是不信任了 蔡英文報私下推翻五倍券 蘇貞昌遭架空 民調死亡交叉 這是我們TVBSAPP的一個標題 其實某種程度也反映了 這個大家外界 在看民進黨內部的鬥爭 蔡英文是不是覺得說 五倍券我們不要 所以在架空蘇院長 不知道 可是知道民進黨內部 可能有一番廝殺 包括上報也說 民進黨內部的某要角 每次他不想講誰 有人在放話 就是某要角 不曉得是不是尖閣 蘇院長續任格魁之後 決策圈越變越小 可能他的核心越來越少 只有幾個人在聽他講話 於是 五倍券的反彈聲量大 綠營的支持者甚至問說 什麼時候蘇貞昌要落台 包括這個我也知道吳子佳 這個大一某家 一直在說蘇貞昌 什麼時候會下來 可是好奇怪 他位子穩著很 都一直端坐在那裡 都沒有被撼動 好那當然現在最新的是說 有人講說他九月立法院 開議的時候 還會下台 可是不知道 那來看看蘇院長 是不是現在變軟了一點點 他是不是在這個五倍勸 這個拿一千塊出來換 這件事情受挫之後 他開始 開始身段變軟了 來看看他的動作 在八月十六號的時候 他先去這個巡視的時候 這個時候 陳寅是政務會的代表 他就陪著他 他是不是在收容 這一些 這個曾經反對他的人 八月十七號到嘉義去 到南部去 這個政務會的這個大公主 陳婷菲也隨時在側 而且陳婷菲還一直攻守作儀 說謝謝院長 謝謝院長聽到民眾的聲音 看起來蘇貞昌已經在收買人心了 這個是昨天 蘇貞昌跑去嘉義 看起來所有英系的躍腳 英系的明代 通通來了 蔡毅瑜還比讚 那這個時候也聽說 就是有人爆料 蘇院長還叫陳明文小文 很親切 聽說就是已經在收拾 這個災難現場了 要收拾殘餘了 那另外蘇院長 他想要大權一把抓的事情 今天發生了 是不是警戒的人士 他也要一把抓 宣誓主導權 蘇貞今天接見新的警察局局長 大家知道警政是一條邊 而且你要這個指揮動這個警員 可能也不是這麼容易 那今天發布了高階警官的人士發布 大家看一下在這裡 蘇院長已經排出排成了 院長接見新任警察局的名冊 幾點幾分要接見誰 這是彰化縣的警察局局長 吳昆旭 然後幾點幾點 然後紀庸市警察局長 連他們的出生年月都列出來 要給院長看這個是什麼人 嘉義的警察局局長 家庭的警察局局長 他要一個一個叫來訓話嗎 不知道 可是這個警戒就擔心說 名單提前外流 因為本來還沒發布 恐怕又是綠營的黨政高層 權力矛盾所致 劉士方是說沒有 運動的 非常運動 沒有內部的問題 可是有英系的綠尾 又是英系綠尾 在放話說這是標準的蘇氏風格 惠中惠明暗示 你是我派的 不是部長或總統 警察局局長叫你來 你是我派的 你是我的人 是不是要他們宣誓效忠 張晴璐是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他說蘇貞昌藉此宣誓權力 為明年地方選舉 抓緊地方勢力 侯友宜 新北的這個市長 他說警察是國家的 不是一個人的 其實袁謹更說 就在收買人心 其實蘇貞昌最近真的 面臨非常大的危機 因為這個是在任何一個國家 都非常重大的事情 他自己醞釀了一個月左右 獨牌綜藝 硬要發這個武備券 還要叫大家輸一千塊 結果到最後 不只民眾強力反彈 連自己本黨的民意代表 都全部都串聯反彈了 到最後 嘎倆兒子 然後只好很... 很無奈的告訴大家說 其實這樣也不錯 怎樣 表面上裝得很那個 實際上我昨天就已經講過 他實際上已經被人家打臉 打得腫得跟豬頭一樣 連他媽都不認識他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也只能很... 很這樣子 姍姍的這樣子 只好假裝沒這位市長 假裝他就順利民意 其實他吸引頭 內部是非常糗的 所以你看他一連串的動作 第一個 他知道這個時候 生蛋要放軟 然後也要拉攏 因為他還是想保住自己的位置 所以鄭國會這些當初反彈 他一個一個都跟他們站在一起 不管是鷹蟹 鄭國會 再後重建 對 以前蘇貞昌轉高五八萬的 他基本上不太喬得起 你不是我蘇貞人 我不見得想要理你的 所以現在是一個什麼 蘇貞昌的隔魁保衛戰 他在不斷的保衛自己的權利 那他為什麼要選在這個時候 去接見這八個警察局長 老實講他根本不應該 去接見這八個警察局長 為什麼 第一個人事命令又還沒有補答 你好歹要等人事命令補答之後 你再去吧 哪有人事命令還沒有宣布答 然後你就出來 他為什麼要特別選在這個時機 他是要這八個人知道 你們是我挑的 你是我的人 對 你是我挑的 不是徐國勇 也不是那個陳嘉欽 不是他們兩個的事 是我 是我在做決定的 這是非常明顯的 這個叫做宣誓自己的主權 照理來講 警察局長上面直組長是誰 是陳嘉欽 警政署長 這應該警政署長去決定就好 然後上面還有內政部長 對 內政部長 請問你跳過他們兩個 自己下來搞這個 這個非常非常明顯 張其露委員說 他是為了佈局明天選舉 抱歉 我認為 孫昌沒有想到那麼多 我認為他想的是 先保住自己再說 他現在 第一個要宣誓就是說 你們以為我最近鬧開了 我的權力還是很大 你們都還是由我決定的 誰如果惹火我 我一樣把你換掉 不要以為現在就可以銷到無法無天了 我蘇貞昌還在這裡 我真尊佛還沒有動 另外一個才實以小會 你知道陳丁飛講的最好笑 他說沒有... 蘇貞昌見他們只是為了 要認識他們而已 你認識他們幹嘛 你認識他們幹嘛 他說我想認識他們 對啊 你認識他們幹什麼 請問一下 這八個警察局長的業務 跟你行政運平常有什麼相干 是想銷法刀嗎 你下面有徐國勇 在下面還有陳嘉欽 那是他們的業務 我跟你講你這輩子 會不會再見到他們都不知道 會講實在話 然後而且我說真的 你就跟他們見這一面 你就會記住他 蘇貞昌你七十幾歲 你以為你神童 你知道現在過目不忘 你胡扯 這很明顯的就是要去宣誓 告訴大家 第一個我蘇貞昌還沒死 第二個我的權力還很大 然後你們每一個都是我認命的 然後這樣子才能夠慢慢 再重新鞏固自己的權力 他要讓其他派系 蠢蠢欲動的人說 你不要現在動 現在動我一樣會讓你難看 我覺得當我們的隔魁 每天蠻好在想的 就是怎麼樣保住自己 怎麼樣做權力鬥爭的時候 老實講這個人再不換下來 國家真的會被他弄死 唯一可以換下蘇貞昌的人 我就說假設要換他的話 應該就只有我們小英總統 只有蔡英文了 可是不曉得蔡英文是怎麼想的 尤其是五倍勸這件事情 在地方 現在雖然不用掏一千塊出來了 可是他畢竟還是勸 他還要花二十幾億去印 然後十月才能入帳 十月才能去領 領的時候又擔心從大家群聚 所以地方的聲音到底如何 我們現在趕快來連線 這是台中大禮的 立人禮的里長 鄭伯齊政里長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 里長 現在五倍券用那不用拿一千塊了 現在李明大家有興趣嗎 我在想是這樣 我們首先也要感謝我們的 索義長能夠苦民所苦 不用再讓我們掏一千元 來換所謂的這個五倍券 現在是振興券 當然大家目前基層 基層一直在想 你那個券什麼時候運好 大概他們說要到十月初 我跟你講 目前基層苦哈哈等不及了 基層也常在講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要花二三十億 來運這個振興券 現在很多 你看從我們的疫情開始 進入警戒 多少的行業到現在都還在放無薪假 多少的行業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收入 其實說振興券我還覺得是紓困 目前大家最需要的是紓困 因為基層的民眾苦哈哈 我再重申一次 基層的民眾真的苦哈哈 有很多行業 你說基層的 你說基層的民眾苦哈哈 你是不是有什麼例子 可以告訴我們到底什麼苦哈哈 怎麼樣 這個你親身經歷的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我最近跟幾位 我們在大理這邊有很多 在開這個遊覽車的一些好朋友們 遊覽車在去年遊覽車沒有疫情 沒有出去玩 他們至少還有學校的校車可以開 現在連學校都停學了 等於說各位我們在路上 現在還有看到遊覽車嗎 沒有 但你知道嗎 這些遊覽車的司機 可以說八成以上 他們都是貸款來買這個車子 他們要付的車子的貸款 還有房屋的貸款 甚至於還有家裡的開支 我有問過他們在這個疫情 他們拿到了之前前一段的紓困 拿到了多少 三萬塊 三個月 一個月一萬 三萬塊 你看每個月 每個月他們要付的車貸要多少 房貸要多少 家庭的開銷要多少 基本上有很多這些開 開遊覽車的好朋友們 還有一些旅遊業的好朋友們 甚至於還有很多我們基層八大行業的 這些好朋友 他們都面臨目前都還是在放無薪假 所以整個我們的基層很多很多 例如像最近我們在推出 村裡平安鄉 待用餐 最近跟過去比起來需求都非常的大 由此可見我們基層的民眾 到目前為止真的苦哈哈 我還在想說 現在政府要發五千 對你們來說有什麼好嗎 他直接講發這個券 發這個券他連要去繳貸款都沒辦法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連最基本的生活 都無法過了 是 其實現在民間有一些聲音 當然有些階層的聲音出來是說 五千太少 而且不要券要現金 問一下堅哥 堅哥有沒有可能 這最後五千有可能變現金 我知道今天蔡總統已經指示了 要把這個政策再推展出去 所以是蔡總統已經定調了嗎 其實蘇院長讓那麼一大步 說實在話 對他而言已經是非常不簡單了 那一向他的這個阿爸誠信 他這麼做 其實他接見這八位警察局長 兩年來他都這麼做 兩年來都這樣 只是這次被爆出來而已 就是說他是告訴這些要新任命的局長 也要 其他的官員也要 就告訴你說 我才是真老闆 我才是老闆 警察體系 消防體系 甚至海巡體系 醫院的體系 國營事業 銀行等等 這兩年多來就是這樣子 只是沒有被講出來而已 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如果今天 總統不管是在人事發布前 或人事發布後 總統去接見 大家沒話講 因為我們選票是投給你總統的 不是嗎 我們就要充分相信你授權總統的 可是總統不會幹這種事 蔡總統的個性一向 我們就是大家總統院長級 部長級要幹大事 做大事情 怎麼在這種枝枝節節 跟要任命的官員討個人情說 我任命你的 他罪個老毛病 去年不是嗎 他高雄農種醫院那個 農種醫院的院長就是 他在訓他話的時候 就是跟他說 他說我去年任命你當院長的時候 他這麼講 所以他不是這樣子嗎 公開都這樣 只是大家沒有去察覺而已 我送蘇院長一句話 最大的錯誤是傲慢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我希望他這兩句話聽進去 我覺得如果任何人提到說 或者給他一個機械說 其實你看這樣子搞得天路人願 會下來... 我就舉個例子 去年也是這樣子 大家對蘇院長覺得 這個人這麼惡霸 這個人做事這樣 我第一個建議開炮的人 有 結果事情怎麼樣 中共隔一站 蘇貞昌院長 說我們台灣 蘇院長是二貫滿營 二貫滿營他馬上救了他 就為他加冕了 我是基於說 一個國民應該做的 我名義代表 我應該針貶時政 我提出我的看法 我們是言論自由的國家 不是嗎 結果我正常這樣評論 二貫滿營救了蘇貞昌 我中共批評蘇貞昌二貫滿營 中共批評蘇貞昌 王世堅也批評蘇貞昌 結果我是被告 我被告中共同路人 變成中共同路人 菁哥變成中共同路人 因為中共罵他 王世堅也罵他 所以王世堅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現在我們常常就在講說 中共只要罵誰 那個人就被加冕了 好像就說他比較有力量了 然後變成連成中共同路人了 我們來看蘇院長 剛剛世堅大哥講了 他過去兩年都一直這麼做 都一直這麼幹 只是我們不知道 媒體沒有爆出來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爆出來 是不是也是還有一些徵兆的 當然蘇院長從你看2018年 他新北市挑戰失利之後 就行政院長做到今天 已經破了蔡英文任內 應該算是任期最長的行政院長了 這段時間行政院長做了什麼事 如果說蘇貞昌二貫滿營 我覺得這應該不是小粉紅幹的 那應該是反串的 那應該是反串的 國台辦講的 我覺得國台辦 這樣本來是救了蘇貞昌 所以國台辦要搞清楚 你當你罵蘇貞昌的時候 你就在解救他 其實真正的蘇貞昌做的事情是什麼 他沒有在做人心人術的事 其實當個院長應該是跟醫生一樣 我要普渡眾生 我要讓所有的苦難的人民 受到我的恩責 受到政府的照顧 可是蘇貞昌不是 他的所有的做法 都是要全術跟全謀 為什麼要這樣講 你看現在為什麼這一次這個 所謂的振興券 大家聽起來這麼沒有感覺 不是五千塊夠不夠的問題 是你前一階段的紓困沒有做好 你的紓困根本沒有做好 紓困沒有做好 哪來的振興 我連飯都吃不飽了 我連房屋的租金都不能付了 我還要談振興 大家知道這兩個半月來 我們在三級警戒的時候 有多少的商家 他租的店不能營業 他的租金要不要付 我一千千兩年 我一千千五年 我能不付租金嗎 剛才世間兄也講了 我買的遊覽車 我的貸款還在付 我這遊覽車可以退掉嗎 還是直接把這個還給 還給這個遊覽車公司 不行 我的各項開支沒有一項少的 這些能夠跟我談振興嗎 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我的肚子都沒有飯吃了 你跟我講振興 你的紓困做了多少 紓困根本沒有貫徹 紓困沒有到人民的心中 你時候叫他造振興 我都沒錢了 還要我掏錢出來給你加碼 把你這五千塊變一萬塊 讓花得更多 讓國家能夠整個產業提升 我們國家在這段時間 這個出口沒有減少 我們出口是賺錢的 可是進口呢 我們的內需 內需一直在縮小 是出口在賺錢 出口賺錢就是誰賺錢 就是國家賺錢 國家的稅收沒有少 你國家就是要平衡這些 貧富之間的差距 你既然出口賺錢 你是不是要把出口所賺的稅金 能夠來協助國內 度過這個內需緊縮的這個危機 蘇貞昌沒看到 他只想到我要振興 我要振興 人民吃不飽何來振興 要你政府幹什麼 政府是要照顧人民 要人民度過這個困難期 所以紓困做完再談振興 這次的振興 居然會有這麼大的反彈 他的臉已經被打腫了 因為已經沒有五倍了 一千塊都不要付 哪來的五倍 你談振興 紓困沒做好 談什麼振興 但是蘇貞昌聽不到 他趕快召見所有的警察局局長 這些權不該做 為什麼 國防跟這個外交是總統的權 我們在將軍在發佈人令之前 總統會召見嗎 不會召見 因為一召見叫見光使 你就完了 你只要提前召見 沒有任總統在你 沒有發佈人令之前先召見 都是核定之後 總統掛接召見 所以這些整個人事程序 我覺得蘇貞昌已經是反其道而行 他正在建立他的蘇氏王朝 建立他的蘇氏的人事體系 非常不可取